哎呦 碰死我了 大黄你是吃错药了吧 三个小时 你两笑够没 大黄 这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超级耐死 我耐死你大业 都给我干秃鲁皮了都 明知道我喝完是王中王狗中狗 狗戒打装机 你们怎么不拦着我一点 我们怎么拦你 你自己牛皮都吹上天了 说啥你是大便村狗戒 称第一眉狗敢称第二 吹得那是天花乱坠啊 我看你俩是故意的吧 算了 吃亏点就吃亏点吧 鸡呢 咱们继续吃烤鸡去 什么鸡啊 你是不是还没醒啊 哪有鸡 你们把我卖了如花梅给你们鸡吗 没完 我们被你坑那么多次 我们就纯粹想坑你一次而已 你个败家玩意 我坑你好歹换几只鸡 你居然鸡毛都没捞到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天理不容的事 你在这嗶嗶啥呢 现在我和旺财在这 你一个还想和我们两个动手砸的 我得回家了 你俩的事我可不管 看你们坑我 你们俩就慢慢狗咬狗吧 大黄 你听我解释啊 解释啥 我坑你好歹能换来劲 你坑我啥都没有 你说有机就算了 你居然无条件就把我卖了 你也太不是狗了 各位乡亲们 接到上边通知 有犯了重大案件的罪犯 逃到了咱们大便村 为了避免村民受到罪犯的攻击 所有人今天不能单独行动 必须有两人以上在一起 绝对不能进入山中 梁城村长 罪犯逃到我们村里 你看需不需要在村子里面 成立巡逻队 不用 这个你们就不要凑热闹了 就老老实实待在村里就行 他们手中有枪 你们一定要小心 等会我带着大黄 进山里找一下 这些亡命之徒跑到了山里面 基本上就是找不到了 就算是搜山也很难啊 但是他们不可能一直待在山里面 绝对会找机会出来 现在白天还好 要是晚上的话 他们出来很难被发现 嗯 你说的不错 所以你们尽量在村里 多留意一下看有没有陌生人 这几个都是亡命图 村里的老人和小孩 你给我看好了 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 你就放心吧 他们有枪 我手里的也不是烧火棍 他们要敢乱来看 我不把他们秃秃了 行 你先去吧 有什么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行 村民你都通知到了吧 让他们在家里别乱跑 这伙人非常的危险 都已经通知下去了 对了 这些犯罪分子 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比如他们吃剩的东西 或者衣服烟头之类的 我家的大黄鼻子很灵的 让他们一下好追踪 这些罪犯的气味 没有 他们三个罪犯 都是反侦查的高手 在他们所居住的屋子里面 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 里面的气味 完全被化学用品毁掉了 本来他们还想着点火 估计时间来不及就没有做 就是因为这样猎犬追踪 特别有难度 唯一的一样东西 是他们三年前 留下的一件衣物 时间那么久了 不知道用处大不大 有东西就行 我尽量试试 等会我会亲自进山里去寻找 不行 你自己去太危险了 他们手里都有枪 你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 哟 你这么关心我了 你不会是对我另有所图吧 臭妖脸 你想多了吧 这是我的职责 保护公民是我应尽的义务 对待任何人都一样 我还以为你看我长得人中龙凤 特别关心我一下呢 我还想说 请你进家里吃点香蕉呢 既然你这样说就算了 毕竟等会我还要进山去寻找他们呢 所以得保持体力 臭妖脸 你少在这平嘴了 那件衣物就在车里 你要就跟我过来拿 大黄 你冷静冷静啊 这种事过就过了 毕竟萝卜拔了坑还在嘛 你站住 你个败家玩意 竟干些赔本的买卖 你管我呢 我高兴 我就不要紧 我就是玩 你能把我咋的 好你个小黑 别让我抓到 就算我停下来又怎么样 你能打得过我吗 你这运动了三个小时 现在腿软了吧 追不上我吧 小黑你这跑这么快干啥 又捅马蜂窝了 你两个傻狗 干啥那火急火燎的 没事 主人 我俩闹着玩呢 你们俩啊 整天就是打闹 整天不务正业 大黄 村里面进来三个坏人 这三个坏人非常危险 手里都有枪 我正准备进山寻找他们 你和小黑经历 既然那么旺盛 那就帮我进去找这些人吧 主人 你开玩笑的吧 这么危险的事 你居然叫我们去 你玩归玩闹归闹 可别拿我们狗命开玩笑啊 我说你这只狗把你养 这么大有什么用 整天除了吃就是吃 有事你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啊 行了 我让你做的事 不会有危险明白吗 你就闻一下他穿过的衣物 闻一下气味 然后你们寻着气味去找 找到了你们就回来跟我说 这样行了吧 主人 这样说起来还真没啥危险哈 但是我还是不想去 就这么点事你都干不了吗 主人 不是我不想去 是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叫我干活 总得给我点好处吧 不然我回家睡大觉不好吗 你这傻狗是不是皮养了 是不是找充呢 我把你养那么大 你吃我多少粮食了 叫你做件小事 居然还跟我谈条件 看来我得考虑考虑干锅狗肉了 主人 你要是这样说 那我去 但是你要知道 逼粮为娼始终 它都不是自愿的 这工作效率 我就不敢保证了 算你狠 你答应帮我做这件事 我给你两只鸡行了吧 三只 此狗 你别太过分了 信不信我马上把你炖了 主人 不是我过分啊 这我一只狗 吃两只鸡没问题 可是我这不是 还有个大兄弟吗 它也是狗 它也要吃东西的呀 看不出来你个傻狗还挺仗义啊 行 三只 三只鸡这总行了吧 成交 那你赶快过来闻闻 这件衣物的气味吧 主人 你是认真的吗 你确定这不是你穿过的 你废什么话 赶紧的 小黑 别装死了 赶紧起来干活了 这么危险的事 你才给我一只鸡 我不去 嗨 大兄弟啊 你要这样想 要是没有我 你连这只鸡都吃不上 有那么好的机会 你可不要错过啊 你说的好惊 三只鸡你拿两只 让我一只 你这明显就是坑我 嗨 大兄弟啊 你看你说的 咱俩谁跟谁啊 大不了完事了 咱们一人一半 这总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那你赶快过去 闻一下气味吧 脏活累活的我干了 你杀一不干就知道指挥 行了 别磨叽了 快去吧 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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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口